可以接受嗎? 接受 碰碰是前面的一種是嗎? 這 這 這是你的 對 大哥你的閃 前面那位大哥你的閃電可以抖一下嗎? 真的 對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星導船 陳漢典 非常歡迎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今天熱情的參與 那我想今天你們到中間電視台 也有看到中間電視台的一個用心 看到很多的這個紅布條 就是望你找歸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其實我出門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捨不得出門 因為一出門之後就要來錄影了 那這一天就是 終於到來了 其實心裡面有很多感慨 那今天有很多藝人朋友 就是康星的好朋友 這12年來的通告網 都在現場 20年來的展示鼓勵 謝謝你們 12年來對康星的奉獻 那麼等一下他們會錄一場 是12年來的通告網 那麼我們中間電視跟數字網 我還有金星娛樂 也會用一個360度的鏡頭 把這一集給記錄下來 那為什麼最後一次都帶來自己 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廢話不能再多說了 我們要把今天的主角 康永哥以及S姐 請出場 歡迎他們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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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小孩子 然後很抱歉 他現在演講那麼多廢話 我已經盡量說短廢話的時間了 誰是整天感慨的話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要忍住 要忍住 你先講好 因為畢竟是你要請辭的 這一次把我的請辭跟靠下來的這個節目 我停掉 畫上等號 並不是我的本地 我的本地是希望我請辭之後 學生力能夠自己繼續主持 可是心裡自己沒有意願要繼續主持 所以造成康熙女博士 你知道嗎 你原來是康永哥先提出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康熙來了 就是我跟你 小一個人對我來說都不對了 所以你如果走的話 我當然是跟你一起走 對 當時我雖然表面上是 跟十七弟非常地建議說 請他自己 不稱大局或者角色來打到 可是心裡面還是 希望他就是 能夠很眷戀這節目 是我們兩個所創交出來的 所以當他說要跟我一起 離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樣不會是我的好搭檔 是你的好姐妹 不過我們還滿驚訝 陳岸臉可以沒有說 說出要跟我們共進退這句話 因為現在妳就主持了這些辦的節目 不是 因為我一直沒有 然後我有在我的時段拿走 拿去主持自己的建議 因為我一直沒有把我自己 就是說 你現在跟我們的病台這樣 因為我還是有點後面一點 真的 我不敢把我自己當成功 其實他們機會收掉 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陳岸臉有代辦 一集和阿雅還有阿堅 然後那一集的收拾很非常 那一集收拾很好 那一集收拾很好 不需要為了收拾而感覺到 這個胖色主題應該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道別 其實 我們這個道別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從我們宣布請思的那一天 到 City大概在我宣布的五分鐘之後 都需要要一起 對 所以我們就 有一種做七的概念 就是一個七一個七的做 做到現在七七四十九天 就可以把這個節目平安的送走 那 不過 在這個過程當中 師弟跟我就是一直一段的 跟著製作團隊一起回覆 我們這個節目 曾經開始以來的很多片段 我真的覺得 如果這些回覆早一點開始 我可能就說不出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就 覺得節目其實還蠻有趣的 是不是 不是蠻有趣 其實開場有趣 現在開場 覺得節目有趣 太晚了 是因為我發現 就算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S跟王還是有 辦法再一次一起主持一個節目 他也不可能再會是康熙來的 因為康熙來的是在一個 非常特別的時刻 大家開始在網路上面收看 電視節目 他跨越了很多不同的收視習慣 然後呢 很多人從小時候開始 花了十二年的時間 陪我們一起長大 尤其是很多人是照著吃飯的時間 每天晚上吃飯來看 康熙下飯 所以 就像S跟我 將來再開始用一個節目 那都不可能 有這麼多人用這麼多的青春 來陪伴我們 所以 我發現我叫庭的事業 不只是一個節目 我們家庭的事業 大家還能回應 然後今天看到這麼多媒體朋友 我也在這邊 非常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因為 最十二年來跟我前面照顧你們 然後中間 因為我出了一件事 還完全鎖得外 你們就來幫忙 對 你今天就沒有在這個朋友裡面看到大家 這麼多媒體 對 然後最主要是要感謝觀眾 還有每次上我們節目 都帶來很多精采的故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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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然後是真的跟大家講 康熙這個節目確實是要收了 但是我是沒有要退出一年去 所以我出了一個 但是我麻煩大家 是 那麻煩大家 但是我們大家還是非常衷心的期盼 康熙跟S姐 可以早日回來 早日繼續來 都做這樣 可以嗎 對 對 因為我們要請長官說話 對 我們請我們中天電視台的 麻煩